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柔软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借强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等他回答 愿你人还有他 担心轻差点我 懂这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一身热爱却冬陷 还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 不行 都完美试过凭什么说我不行 是啊 顾医生 维安他可以的 他法语特别好 而且还懂医学 今天他还救了人呢 你不是知道的吗 你还帮了我们呢 原来你就是那个外壳天才 那个洞钻得可真准 医院的工作又辛苦又穷 你坚持不了 不合适 那我应聘 行不行 我也懂法语 诸网膜下乡出血 脊髓损伤分歧 如神经麻痹 请你翻译一下 中文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别说法语了 我 我 可是我有一颗想要奉献的心 想尽一点微薄之力 那你们这利益 微薄倒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算了吧 我们不是想尽快还你钱吗 顾医生 不用还了 不行 欠债还钱天金地益 行了吧 我第一次见欠债的这么理智气壮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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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病人的病人 第五位 肌肉的肌肉 肌肉的胸部 两肌肉的肌肉 胸部不肌肉 不肌肉的肌肉 胸部不肌肉的肌肉 病人的肌肉 病人的肌肉 对不起 我去看病人的病人 左上肢 其双下肢 肌力无极 颈部软 无颈强肢 八病丝经正因性 患者情况正常 恢复得还不错 这是新的证明 你看 我就是维员可以的吧 对 小伯 他好厉害呀 咱们这是捡到跑了 谢谢 谢谢 一个月试用期 希望你不要再半途而废了 诶 等一下 还有什么要说吗 条件先说好了 工资粥结 时速全包 另外 江沐饮要跟我一起入职 而且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拎包入住 我们只招一个翻译 你就多意上吧 小老板 可是专业的法语词汇 他可以学 给她们俩安排宿舍 给她们俩安排宿舍 喂啊 你刚刚太帅了 那么长一串医学术语 你都翻译得出来 说明你虽然退学了三年 但是还是没有忘记老本堂 这些知识 都已经坑了你的骨髓 你的本能力了 哪有那么 不是 就在一会儿工作 哪儿变来的衣服啊 你还跟我提衣服 我腻整箱美丽的衣服呀 全没了 要不是我刚发现附近有夜市 我明天就要鲁奔了 我给你也买了几件 看看 要不要换上 你先放着吧 行 这个是上一个医生留下来的吧 要是你不退学的话 估计已经是住院医生 肯定能穿上这个白大褂了 多帅 我把这个放柜子里 一会儿你再试 这人真浓 好几个小时村里不履 连厕所都不去了 要不我们改天再来吧 不行 我学案件都在里面 不行 不行 得赶紧想办法 不行 我得赶紧想办法 没有 我不在买过 没有 我得赶紧想办法 还要 我自己的相机 不想要 看到吗 我和你 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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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坤 撒坤 当时 撒坤 不是说 你顾同工啊 不是同工 他就是帮我泡泡拖来 给看护森的牛奶什么的 撒坤 他刚叫你妈妈 谁对他好 他就叫谁爸爸妈妈 他还有好几个小猴 而且撒坤一生下来就有病 他妈都不怎么管他 他爸爸也已经去世了 什么病啊 孩子 他哭了 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知道 这是妈妈的生命 来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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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好,Sakun 我去拿錢 拿錢拿錢 Sakun!Sakun! 你去哪? 媽媽! 謝謝 你去哪? 你去哪? 你讓你跑到家裡的地方 我頭髮不在心裡 你睡覺,你不覺得我頭髮不在心裡 你見過 Anne? 我沒有見 如果你看到她 你会告诉我 这场真是一个浪费 我从来不能卖家 我们必须要给她 赶紧关于货币的钱 以为赶紧关于货币 我们必须要找她 干吗呀 你快点 你现在出去要赔钱呢 我得给她赔钱啊 给她更治病 不真是 你疯了 你扣名挣钱 就是给一个 非亲非故的孩子治病 你傻不傻啊你 她亲妈都不管她了 你干吗管她 因为我们同地相对 疼什么病啊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说呀 艾滋病是不治之症 你知道的 那她怎么办 她只能等死亡 她还那么小 只要好好吃药 控制好病情 一定会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干嘛 你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给她赔的钱 她妈妈就会带她去看病吗 不知事前她修的是药 不知事前她修的是药 没事吧 我呀 没事 你都退学了 为什么还留着华人一带的校园卡 怎么不跟着你的梦想一起扔掉呢 为什么要扔呢 里面还有钱 我学校还能继续用 这儿我叠了 给你放里面了 好 哎呗 哎呗 喂 你怎么买这么大额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怎么还写你妈的名字 买意外险多不吉利啊 你咒自己干什么 人有旦夕或不骂 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国外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还有你啊 你要是非跟着我呢 我建议你也买一份 呸呸呸 别咒我你 不咒你 看什么了 我看到你也拍的 嗯 又去跳广场舞去了 蓝姐太可爱了 再见啊 嗯 你在拉卡亚玩得差不多了 就早点回去吧 我在这儿真挺忙的 回去记得跟蓝姐说 我在巴黎过得非常好 哪儿好了 这跟巴黎天差地别 挺好的呀 城市中心 商人开间 医疗餐饮都匹配那么好 哪儿不好了 好 既然这么好 那我也不走了 我姜敏现在可是有工作的人 我也是翻译 好 去睡觉吧 不早了 那你呢 我一会儿也睡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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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们三年没见 你变了好多呀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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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少 20人在带 很棒 很棒 你不在带 我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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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不想找我 我不想要去 我要抓住 你来吧 安保安 有个人 让保安抓住 他又会被关进警察局吧 好 我关你一段消息 我保守了一些错误证据 对 他也不太欲 好 你可以去找房子 给他 要与房子 你在干什么 好 François 阿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维安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私闯药房是可以定罪的 谁 谁私闯药房了 我 我来看看 阿扎纳维 艾滋病为之药 你 偷药 谁说我偷药了 别想这么难听 我来买药的 你不用再狡辩了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 你在非法导卖处方药 怪不得苏维安 你突然跑来医院应聘个翻译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我没有 好 顾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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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吗 顾一双 安全 有人吗 有人吗 你好 我 我 我也被发现的 你胆子这么大 还怕被发现啊 我刚刚在外面看见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时候 就应该叫保安把你抓走 现在也不至于被锁在这儿 听我说嘛 你要干嘛 打电话 叫保安 别 别这样嘛 忘记告诉你了 这边下雨就激战不稳 没信号 看来是天意 你应该不会再把我抓进警察局了吧 你难道不知道 药房里的灯 都是关总查的吗 好 你又要干嘛 找东西 把窗户砸开 那怎么行啊 这样的话我们会被发现的 什么叫做我们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敢跑到这儿来偷药 你就该想到有这样的后果 行 你砸吧 好 反正我是你招进来的 到时候如果被发现了 我就说是你指使我 让我来偷药 然后拿出去卖 事后三七分 你气我散 不是 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一点底线的呀 什么是底线 之前吗 是 松手 那只是这壁虎 嗯 嗯 松手 那只是这壁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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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生气啊 我刚刚是吓唬你的 我一定不会连累你的 让开 那个药 不是给我用的 是拿来去命用的 把你手放开 我帮你拼吧 是一个手链吗 是一个手链吗 对你很重要吗 你弄坏了我的手链 再也丢不回去了 你讨厌你妈妈也讨厌 你离开我的家 是我的家 你讨厌你走啊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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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正 插手 干什么呢 老公 都是云正不对 你别责怪云正 云正 快跟弟弟道歉 你这孩子 在这个上面拼吧 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 不能这么拼 字母顺序是错的 我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 都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那我帮你吧 那我帮你吧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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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这段法语里面 是暗夜彩虹的意思 暗夜彩虹 是啊 暗夜彩虹就是夜色中的彩虹 是奇迹中的奇迹 送给你这条手链的人 应该是希望把好运带给你吧 是 你初恋送给你的 还是你女朋友啊 不是 我把你拼出来了 你心情应该好点了吧 不会告发我了吧 一马归一马 好 我可是知道好多好多关于 暗夜彩虹的传闻呢 你想听吗 比如 比如 比如暗夜彩虹只会在 特定的条件下发生 如果你要是很 很有运气的话 看见她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 存在 发生奇迹 怎么样 浪漫吧 都没有 再 pię 那些人一定会在这儿啊 还是网上的 但是一般 你要想着吗 的 所以我们俩 这个不停的 不用了 谢谢 唉 你怎么不推开我呀 你太重了 推不动 那你 你可以叫我呀 你压了我一整晚 我天亮的时候才睡着 我刚醒 什么就压了你一整晚 我又不是神 你确定你刚醒 刚醒怎么这么整洁 是个惊喜双道 很可惜 她 也很好看 给谁续命 你说的药 是给人续命的 跟一个不能来医院看病的朋友 为什么不能来医院看病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收入稳定 身体健康 有很多人都没有钱来医院看病 更惨的是 就算有钱 有些病也治不了 对 我 那是 就该怎么说 之后 我们在去 昨晚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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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你,我没看到了 跟我来一下 昨天晚上 谢谢你 帮我拼出了那些字母 所代表的含义 应该是我谢谢你 没有揭发我 这些药 你不能带走 别呀 我给你加钱行吗 给你双倍的钱 不用 能让你这个铁公鸡 这么舍得花钱 这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这样好不好 你先给我一盒 可以吗 不行 这些药 先放在我这儿 二十四小时之内 带患者来医院 再大的困难 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 但是这些处方药 你不能这么随便地带走 你不想要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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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很肯定的顏色 跟上你 你假的 你看 你偷偷到顏色 你去找回去吧 我家裏被洗 你我要贏了 我可以赶索一辈子 但你都可以带我去护治 我 append上到医師 你不懂 你忽然 我的生活 你不可以吃 我已经吃了 你不可能 像是 你叫我禁止嘴巴 你想吃 你不吃 你不吃 你不知道 我捱了 好 我胃 不走 行 你不走 你不走 我会重新的家居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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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诶 喂 你告诉我我会给你钱 你会给我钱 她要去医院 好 好 顾医生 追求她 怎么了 患者头疼 半夜翻血性呕吐 走路不晚 范米凡 你先带她去做个头部摄影 快 好 小心 小心 饮食手术台 临死亡了医生 他会没事吧 你先不要着急 那个孩子的家长呢 他可能需要马上手术 我签字 你签字 手术费 住院费 所有的副院我来负责 你负责 拜托你了 一定要救救他 小老板 第三脑室底部有阴影 是耿足导致的脑积水 我现在就去找患儿的家属 签署手术同意书吧 我来签 暂时联系不上患儿家属 就让他签吧 立刻手术 好 对了 患者HIV阳性 我签署手术 注意做好防护 你昨天晚上的药 是给他的 方米凡 通知手术室 医疾防护 把所有身上 有伤口的护士都换出来 是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苏翻译 你来做这台手术的翻译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你的姿势是很正常的 像一个医生 只是像一个医生而已 苏外阿妮忘了 这辈子你都做不了医生 开始手术 电银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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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力加大 增加了 电银加大 我 我好像夹到了什么东西啊 别动 是囊虫 方医生 你手千万稳住了 囊虫壁和基底都慢粘连 大厨写的话 撒光没命的 作词 苏繁衣 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邻居 苏繁衣没钱给自己交罚金 却有钱为邻居付医药费 这个邻居不简单啊 下一台手术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 没问题 一个异业生 还知道囊虫壁和肌体动脉粘连 我不是异业生 本科毕业了 本科连读 中途辍学不是一业是什么 你既然都选择退学了 为什么还要钻研这些专业术语 苏维安 你究竟为什么退学 跟你有关系嘛 而且这个世界上 来了那么多为什么 那你能告诉我 你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天天戴着这么一条 奇迹过来的手链吗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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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如果您可以,您可以保持您的刀 郭忠,他有槍,你不要弄我 你告诉他,友好医院是受保护的 谁敢在这里伤害中国公民 而且让他控制住自己 如果他一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术刀 会把衣服弄脏的 你不要回来,否则你会死 这里,医院是保护的 我不相信,医院是保护的人 怎么能够杀他? 我认为医院的技术 你会选择你的技术 你会选择这里 你会选择这里 小老板,刚刚什么情况啊? 你现在很闲 大病历都写完了 病程都录入了 我不过是仰慕顾医生破天荒英雄救美的赢资 不 敬意勇为 萨坤还没出院 患者的监护人不能被带走 小老板,听说你昨天晚上和苏万一在药房 共度了一夜 你昨天晚上和顾医生共度了一夜 我没有 他胡说八道 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呀 近在这儿造谣 我可没造谣啊 药房管理员亲眼所见 现在,现场那是一片狼藉 苏维安 你给我说清楚了 他肯定认错人了 我这才刚来 他怎么可能认识我呢 药房管理员可不会认错小老板吧 不是你们污蔑我就算了 怎么还往顾医生身上泼脏水 来 把明天的手术预案全部过一遍 技术入路和步骤 待会儿抽查 不是方明凡 你是来提供医疗援助的 还是来八卦吃瓜的 这也不耽误啊 你说什么 嗯 嗯 嗯 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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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法医 方医生 你过来一下 方医生 我 我给你打听个事呗 江法医 叫我明凡就好 不用这么客气 好 明凡 我问你啊 你家小老板他有对象吗 小老板 嗯 有啊 他谈恋爱了 谁啊 好不好看 也不能说难看吧 不过人家是医学界大拿 在小老板心中 神一样的存在 可不仅仅是爱了 医学大拿的话 那不都七老八十了吗 还能跟顾云征谈恋爱啊 他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酷心 酷心 还有信酷的女孩子啊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 酷心 小老板最迷恋的就是他了 好你个方医法 你骗我 小老板没对象啊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是喜欢他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他现在心里只有医学 要是农村和维安跟他的男神在一起 那等顾云征原住任期结束 不就能一起回国了吗 说不定还能让维安重拾医学理想 江明 你可真聪明 萨坤 萨坤 怎么了 没事 叔叔给你做个检查 萨坤 叔叔给你编个魔术 好 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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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吻咽着相遇举盘 像千叶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奸商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尘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走迷途的人 只非就温暖孤独灵魂 要么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喧嚣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像千叶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奸商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家 冰在命运的场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人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甚至非就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